随着老板将摆盘精致 色香味俱全 荤素都有的不同季节风味套餐组 逐一端上桌 等待享用美食的客人心情 也跟着放轻松越来越开怀 很好 我很喜欢我常常来 然后它的菜都是当地的现做的都很好吃 也有吃过他们的和菜 和菜也很好 环境觉得怎么样 环境也很好 像我们来这边吃一吃 我们就到对面去走一走 然后休息一下再回去这样子 整个不管是夏天或冬天来都蛮舒服的 都很适合 冬天来这里也不错 而且这人少比较方便 又有位置可以停车 很方便 来过一次就会想要再来第二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再加上暑假到来 全家大小可以到哪里踏青走走 避开拥挤人潮 享受大自然的风光 又能够吃到好吃的特色餐点呢 为在七毒马西地区老字号 有名的林兰生态农园 不但可以看山看水 谈心酗旧喝咖啡 还能够吃到餐厅特别准备的季节风味套餐 特别是进入夏季 基隆在地著名的农特产绿竹笋 自然成为风味套餐的主角 刺激不同的农作物 那夏天就是大概竹笋为主 然后冬天就是山料 所以我们套餐的规划和安排下 我们的食材大概都是以在地的 尤其是鸡肉 那当然是我们自家续养的 那个是一定必吃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 现在绿竹笋的产季 还有贵竹笋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变化 也会是贵竹笋 再加上一点鸡油下去乳 那味道又跟外面的 其实又不太一样 冬天一到竹笋没有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 基隆野山药 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食材 那这一个我相信 就是很多在地的民众 大概都知道 基隆是不坏乎 就是竹笋跟山药 这是相当大的重点 所以我们在套餐的摆饰 像套餐虽然的量 它没有很大 但是我们在摆饰上 依据你来的第一次 我们会给你来 林南必吃的东西 第二次之后 你再预约我们一样 会问你说有没有来吃过 因为我们希望帮你改一点菜 所以不需要你每次都吃到 但是虽然我们的煮菜变化不大 但是我们重点是强调 希望大家吃得安心 能够放松 而不是你要吃很厉害 很让你惊艳的东西 那我们可能做不到 但是每一道食材 我们很用力 很努力地去做 那妈妈的就是 圆桌菜的部分 它的圆桌菜 也是一个CP值很高 大和摩椅的那种概念 所以我觉得 套餐跟桌菜 其实是两则不同的取向 大家都可以作为选择这样子 林南生态农园咖啡饺老板表示 这波疫情爆发后 套餐生意影响不大 但是隔壁同样属于家族经营的圆桌市 传统菜肴的生意影响就比较大 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建议游客 不妨来这里喝咖啡 吃美食 转换放松 受到疫情影响紧绷的心情 这个暑假期间来这边避暑 成为我们刚才李老板所讲的 我们这边的都 在餐系方面都非常精进的设计 尤其结合地方的季节菜来配合 我想真的很诚恳的 来邀请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好朋友 尤其我们金融市的好朋友 更应该来我们暑假期间 来我们到处这边走一走 尤其我们金融市休闲农业 在我们市政府还有我们相关单位 尤其业者的配合下 建议已经花开已经开花朵了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成果来收成 来这里不但可以享受分多金和自然美景 园区内更有老板嫩养来的狗狗和兔子等小动物 可以让孩子们从小认识 养成爱护以及保育动物的观念 想要出来走走转换心情吗 这里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